首先有共犯自然 第六七月次 侯友宜确定出征2024 高喊震动人替救台湾 滴命后的第一场大型活动 出席紧易消息开88桌的千人宴 全场宛如看到明星出场超热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警察机动站起来鼓掌 抢握手丸子拍 气氛超热络 侯友宜至此时 面对中央黑枪诈骗人生案层出不穷 铁鞋警探讽刺中央 先打出治安牌 独死诈骗的强者 全力产质 就让基本的治安环境 因为带头起的作用 警政单位就监禁 中央也监禁 侯友宜主帅就位选总统 传出最快九月十月请假 并把自己的薪水捐出来 侯友宜说他将奉献自己这样做 我对国家社会的使命 当然会坚持我自己 还会坚得更多 下一步竞选行程将开跑 第一个周末520 侯友宜将在党部合体 县市长跟立委展现团结力 北中南说明会 更将从本命去三重出发 回应民众对反贪腐反战争的期待 和平 繁荣 青年 其实我一直在强调 我们社会要公平 两岸要和平 人民要安心 现在年轻人都非常的质疑 对于国家安全 两岸会不会打仗 这几年来民进党吃相难看 官征非常严重的败坏 侯友宜他一生都在打击黑金 都在跟这些最凶恶的犯罪集团 在跟他们作战 最强母鸡带领小鸡 2024选战正式启动 要救台湾 重新带动国家繁荣 记得黄明君 李选SNG小组 新北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